美国方面称,日前空军部长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,透露了美军各个军种,准备将一起联合起来,共同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的计划。 此消息一出,立刻引发了外界的关注,要知道,早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,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就拿出了自己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方案,而现如今联合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又是唱了哪一出,这让人十分的不解。 要知道其海军和空军,是早就有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计划的,并为此项目投入了非常大的资金和研发力量,取得了不小的进展。 同时按理说和高超音速武器沾不上边的陆军,也在国防部的支持下,计划开发出一套高超音速武器。 可以说原本的美国海陆空三军,就都在研制高超音速武器,但这次爆出海陆空三军联合研发高超音速武器,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了。 众所周知,美军的各兵种之间,都是有自己独立的军种文化的,如果在一起进行工作,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互相起冲突的,所以美国因此很少进行跨军种之间的密切合作。 而这次开展联合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,的确让人匪夷所思,从美国国防部长的表态来看,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整合资源,来遏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,进行研制的威胁。 其实其真正的目的,则是为了整合资源,好省钱,这在美军近几年来的国防预算报表上,就可以看出,来,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是很烧钱的,无一个兵种都进行该类型的武器研制,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 并且海陆空三军都有高超音速武器,难免会出现性能重合的情况,无疑又会对原本就紧张的军费造成更大的浪费。 所以,为了节省军费,将力合在一处时,才是对于美军来讲最正确的选择。 尽管如此,但肯定是能提高美军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上的研发效率的,总体来讲是力大于弊的。 所以,这也意味着,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,研制方面的进度,也将越来越快。 因此,未来战争中,高超音速武器肯定,将会成为主力武器活跃在战场上。 届时对于各国现有的防空体系,都将是一场巨大的考验,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